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线程系列视频教程 上一节课我做了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课程的介绍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要正式的学习一下关于多线程的一些知识 今天是第一节课,什么是线程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目标 掌握线程的基本概念,了解线程的优势,重点难点,并发,并行,同步,异步等等这些概念 考核目标,并行和并发有什么区别 课后练习,由于这节课呢是重处的一些理论性的知识 所以呢我并不打算给大家留作业 大家只需要下去自己复习一下这些概念就可以了 参考课是20分钟左右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什么是线程 在学习线程之前呢我需要把进程的概念给大家复习一下 在今后的学习中呢我们要把线程和进程对比的去学习 进程它是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序 是制约分配的最小单位 在这里大家要着重看一下 它是制约分配的最小单位 那么在进程中的事情呢 它是按一定顺序去执行的 不管有多少事情 你是怎么写的,EFILS,FOR循环,WIL循环等等 这个程序呢就是按基因的顺序去执行所有的事件 如何让一个进程中的事情同时去发生呢 你比如说一个服务器的例子 我写了一个服务器 有一个客户端来跟它通话 那么这个通话一时半会结束不了 突然间又有一个客户端过来了 它如何和第二个客户端去通话呢 这个呢用我们之前学习的进程的一些概念呢 它是无法完成的 只有纸进程的方式是可以完成 但是呢纸进程是有些缺陷的 所以呢在这里边 为了完成这个服务器这个例子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多线程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线程的基本概念 所谓线程 它有时候又被称作轻量级的进程 是程序执行的最小单位 系统独立调度 丰盘CPU的基本单位 它是进程中的一个实体 这句话如何去理解呢 如果我把进程比喻做一座房子 那么线程它就是房子里边一些墙体 这些墙体呢它就是一个房子的实体 那么线程它就是进程的一个实体 没有线程那么就无法有进程 所谓进程呢它只是为了申请一些资源 真正执行的呢只有线程 所以我们之前的那些编程方式 一旦程序从组函数开始执行的时候 这个组函数其实就是一个线程 一个进程中呢可以有多个线程 这些线程共享进程的所有资源 进程本身只包含一点必不可少的资源 我们之前的那些以进程为单位的编程方式呢 把它叫做一个单线程的编程模式 那么在今后的编程模式中呢 很可能会有多个线程 我们把它叫做多线程模式 那么接下来我需要用一个图 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整个这一段话的意思 首先要帮大家解释的是系统的调度 这个基本概念呢是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 有一些同学可能学过操作系统 对这个变不陌生 但是呢我们讲课要照顾所有同学的感受 所以呢必须对这个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我们来打开这个表格 在这里边呢我用一个大约圈 表示CPU的一个毫秒 那么我把它分成了十等份 每一个线程享有一个等份 在这里线程一享有第一个0.1毫秒 那么一旦它的时间到了以后 不管它的操作有没有完成 它都必须让出CPU去给线程二 同样线程二也享有0.1毫秒 它的时间到了以后 不管它有没有完成操作 它必须给线程三 CPU呢在整个一毫秒之内 就是这样不停的交替的去执行的每一个线程 这个呢就是系统对CPU的调度和风派 这个看起来呢像一个左轮手枪 所以呢在一些资料里边呢 把这个图呢叫做CPU的时间骗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传统的编程模式 它是一个单线程的 进程负责申请资源 从组合数开始呢 它就是一个线程了 这里边有世界一二三 我们把这个线程呢来拉到一个CPU的时间骗轮上 我们可以看到 线程一 假设就是这个我们的程序 那么它在执行的时候 假设我们有世界一某种操作 它把整个事情给堵塞了 那么世界二三四它是无法执行的 尽管呢CPU在不停的转动对吧 但是一旦转一圈回来以后 它又回到线程一 而线程一又堵占了世界一 整个这个一圈操作下来呢 这个程序执行的效率不是非常的高 世界二三四呢 没有被完全去执行 我们来看这个多线程的模式 进程负责申请到资源 而线程呢 每一个线程都去执行它自己相运的事件 我们用一个线程去执行一件事 那么我们把这个拉到一个CPU的时间片栏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世界一堵塞了 那么世界二呢 它由于CPU的转速呢 可以执行到世界三 也是CPU高速的转动 也可以执行到 那么好几圈下来以后 世界二三四都被执行到了 最后有可能只增加了一个世界一 整体我们可以观察到了 在一定的时间内呢 这个程序执行的效率呢 是非常高的 只有世界一被停留了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采用多线程的模式去变成了 整个提高了程序的效率 提高了CPU的使用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多进程的方式 我们知道之前呢 用Fork可以创造一个紫进程 那么每一个进程呢 里边都有一个线程 假设我们采用这种模式去变成 一件事我们用一个紫进程去执行 另一件事又用一个紫进程去执行 那么我们把它拉到一个CPU的 时间片笼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世界一阻塞了 那么世界二由于CPU的转动呢 也是可以执行到的 世界三四五等等都可以执行到 整个系统呢 转起来呢 世界的执行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程序看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错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 在创造紫进程的时候呢 需要拷贝附进程所有的资源 这个样子呢 就导致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我们看我们多线程的模式呢 所有的线程都共享的是进程的资源 它在用的资源就非常非常的少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线程共享的资源 那么他们直接要进行一个通信的话 就非常容易的 因为他们的资源都在一起共享着 而这个紫进程的模式呢 许多进程去进行通信的话 我们需要创造管道信号量 共享内充等等这些 非常的麻烦 所以整体来说呢 多线程变成呢 它有它的好处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去好好地去学习 去利用这个多线程的模式 那么关于线程的基本概念 我先说到这里 下面来看下一个话题 关于线程学习中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些专业的术语 在这里呢 需要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词是并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并发是指在同一个时刻 只有一条指令执行 但是多个进程指令被快速的切换 使得宏观上有多个进程 同时执行的效果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一个图来简单的看一下 我用一个大元表示CPU的一毫秒 那么在这个一毫秒之内呢 我有QQ在执行的 有酷狗在执行的 有浏览器在执行的 之前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 关于系统的调度和CPU的风派 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毫秒之内呢 CPU一开始在QQ这 一会儿又跑到酷狗这 过一会儿又跑到浏览器的 所以整个在这个一毫秒之内呢 我们看见了QQ 酷狗 浏览器等等这些操作呢 在同时进行的 因为CPU把它们都执行到了 而我们人体的感觉呢 还是有限的 有些东西呢 由于太快 或者时间太短 你感觉不到 这样呢 你就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些事情在同时发生了 尽管我只有一个CPU 但是由于切换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给你一种错觉 它同时发生的 这个就是并发的概念 总结起来是一句话 看起来同时发生 而它是针对单核处理器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词 并行 它是指在同一个时刻 有多条指令在多个处理器上 同时执行的 这个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同时发生的 我们有多个处理器 那么就可能有多条指令 在同时执行的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 同时发生 所以呢 并发和并行的区分呢 其实非常的容易啊 并发首先 它是在单核上的 它是一个假效 而并行呢 它是在多核处理器上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 同时发生 我们来看第三个概念 同步 彼此有依赖关系的调用 不应该同时发生 而同步就是阻止那些 同时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事情呢 不应该同时发生的 我们为了阻止它 就需要一些机制 我还是用一个图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同步这个概念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里面呢 我用c去模拟一个数据库 我有一个确计变量record 去记录数据的条目数 而and是要增加一个条目 delete是需要解除一个条目 假如这两个函数同时被调用了 那么就有一个后果 这个record变量呢 不知道是该加1还是该解1 所以呢 这个是要一个机制去处理 假如在and函数调用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确计变量record去锁住了 我们知道锁的作用 它就是不让别人去使用 所以呢 一旦and函数 将这个变量锁住了以后呢 即使delete函数过来了 它也无法去操作这个称号的函数 因为它被锁住了 这个锁就是一个同步的机制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事情同时发生 好 这就是同步的概念 阻止一些事情同时发生 它是一种机制 下面来看最后一个 一步 一步与同步它是相对的 任何两个彼此独立的操作都是一步的 它表明了事情的独立发生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世界的独立性 这个呢 是我在一个老妹的书上看到的 他说的非常的好 世界上呢 任何两个事物 其实都是一步的 就比如说你和你的女朋友 本来是一步的 但是由于某种条件的强加呢 使它变成了一个同步 所以呢 很多关系 开始是一步的 最后呢 由于一下外部的强加的条件 使它变成了一个同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多现成的优势 第一个 在多处理器中呢 开发程序的变形性 我们知道了 变形它是真正一项的同时发生 就是由于有了多个处理器 每个处理器呢 在调用自己的指定 所以呢 很多事情在同时发生了 我们采用多现成的模式去编程的话 多个处理器同时执行一些事情 很明显的提高了程序的效率 收短了一些运行的时间 这个就是并行性 第二个 在慢速等待的I5操作中呢 程序可以执行其他的操作 提高了并发性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在多现成的编程模式中呢 即使有一个世界去主射了 那么其他世界呢 照样可以去执行 这个由于CPU的调度对吧 整个呢 提高了系统的这个并发性 第三个 模块化的编程 能更清晰的表达程序中 独立世界的关系 结构非常的清晰 这个从刚才我们这个图也 很容易的看出来 每个世界由一个现成去执行的话 这个输入了非常清晰 模块化 条例化 最后 再用较小的系统支援 这一点呢 是相对于一个多进程来说的 如果每一件事都采用一个止进程 虽然可以达到一切的目的 但是呢 会浪费许多资源 我们要消耗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呢 如果采用多现成呢 它可以省很多很多资源的 这些现成共享的负进程的资源 最后在我还特意的写了一句话 多现成呢 不一定要等于多处理器 所谓多处理器呢 它只是提高了一个并行性 对吧 让事情同时的真正意义上呢 去同时发生 而单处理器呢 它可以提高并发性 这个都是多现成的一些优势 所以呢 你要发挥多现成的优势呢 并一定要多处理器 在单处理器上 也可以完全实现多现成的一些优势 好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期课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 我把进程的概念复习了一下 它是一个资源丰配的最小单位 进程就是用来拿资源的 而现成呢 它是进程中的一个实体 就是实际上我们函数执行的时候呢 都是从现成开始执行的 第三个呢 我们介绍了一些现成的关键一些术语 并发 并行一步同步等等 最后我们介绍了现成的一些优势 也是通过一些回顾 把现成的优势整个总结了一下 好的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